爱护台湾生态与环境教育的朋友大家好 有些事现在不做 以后也不会做了 2024年11月13日 布莱克漫步在高雄卫武营南湖的湿地边 清晨的光线折射薄雾洒在湖面上 看到草丛中隐约出现尾鹰科的飞鱼 也是第一次与东方大尾鹰相遇的瞬间 这只东方大尾鹰的羽毛从前头到尾背 覆盖着一层淡淡的橄榄黄椰子 像是溶解了秋日的草丛中 红 慧眼上方有细长的乳白色眉斑 过眼线微暗褐色 配上尔语淡橄榄色 彭扶勾勒出细腻的神态 东方大尾鹰是一种隐隐性的鸟类 平时都躲在浓密的草丛中 不轻易显现出轮廓 但它依然像是个迷样的访客 只是偶尔短距离飞行后 又迅速隐没在草丛间 就在不经意的一瞬间 东方大尾鹰邂逅了轻轻展翅 天然飞进浓密的草丛 再次消失在它的视线中 在魏武营的岸边 无数生物穿越四季的轮回 知救出独特的自然交响 东方大尾鹰外表低调的鸟类 却能用它的颜色巧妙地适应环境 使其成为天然的隐世 布莱克决定日后多来湖边 静静观察这些过冬的访客 了解它们的生命故事 从它们身上汲取自然的灵感与力量 纵使短暂这般激发的火花 留下无限的感动与敬意 今日鸟类明日人类 心存善念 说好话 做好事 坚持赏鸟初衷 不要抓捕 不要围观 不要破坏 不要惊吓 不要引诱才是正确的 观鸟和行为态度 布莱克独木舟生态研究中心 2024除以11除以13反恩